春节要到了 馆爷教大家做一碗百搭的传统蒜头酱 这种做法 沾海鲜 沾煎包 还是拌米粉 都好吃的不行 大家快快试一下这种做法 蒜头就要买整粒的带皮特蒜头 拿回来自己剥 这样子口味会更好 切好这个头 然后重重的拍一下 把去年所有剥好的东西给它拍走 这样剥 既快又简单 吃一个石柱 剥好的蒜头 加点糖 不要倒水 倒成蒜鱼 倒好的蒜头 现在我们来出来调蒜头酱 生抽 香醋 糖 老抽 要这个太稠怎么办呢 加点蒸汁水 要想甜要先加盐 就拿起来往下倒 粘成一屑就可以了 把保鲜膜放浇20分钟 无底酱料就好了 使用之前加点胡椒粉 香油 OK啦 我可以说 如果是可以做的